一代霸主齐国 齐明王被燕国的报复彻底的打败了 齐国会不会就此亡国呢 当然不会 我们从左传里可以知道 说评论诗心的时候啊 读到齐封 那就是泱泱大国之风 泱泱大国必有他的文化根基 所以他暂时不会亡国 我们知道齐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 最后打下来的国家是齐国 齐明王逃兵啊 逃兵的时候都摆架子 他先逃到魏国 魏国国君把自己的宫殿腾出来 让他住 但是他呢 解懊不驯 因为他自己觉得是天子 他不是一般的王 其他的国王在相望 而他和秦国的秦昭王在相避 一个东地一个西地 他就自以为自己是天子了 接待天子要有什么规格 然后 这魏国人把他赶出来 他就跑到鲁国 再跑到周国 周国是很小的国家 但是周国鲁国人 说我们倒是想接待 给你留一个保命的地方 但是他接待不起呀 你一来就是天子 摆架子 所以最后呢 齐明王只好逃到 他国家的一个举城 也就是现在山东日照式的举县 国王是这么狼狈的逃命 但是齐国的文化所决定他的那些气节之事 他们绝不贪生怕死 绝不苟且的活 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他齐国不会随便王国的 话语有个名士 叫王族 王族名其大呀 是个老百姓 燕国军队杀到这里 下了一道命令 话以周围三十里内 不准进入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位名人 叫王族 咱们要尊重 过了不久呢 燕军又派人去找到王族啊 说您的名气大呀 各个诸侯国里面都 很佩服您 所以我们呢 想请你做燕国的将军 我们回报是 封哥里一个万户人家的诚意 封哥里万户义 王族他就这样回答了 他说我听说 忠臣不施二军 忠臣不侍奉两个组织的 他说我 没有力量去恢复我的祖国 但是 我也不能够贪食怕食 求荣华富贵啊 你们占了我的国家 现在又比我给你们当将军 如果我做到你们的将军 那就为人们所不止 这样苟活于世 那还不如死了好 所以说完之后是不但不做这个将军 而且就他们眼前 一个绳子给吊死了 这是齐国的百姓啊 那么这个事情一传开 震惊了齐国的官员们 他们说 王族是一介平民 还有这般气节 何况我们这些拿国家俘怒的人呢 于是啊 这个士大夫们 他们去拥戴 那个齐民王的儿子 就是齐乡王 当然也就是要把这个国家 恢复起来 有了这个官员的这个决心 这个时候呢 燕国也发生了问题 因为呢 燕昭王信任越义 那就好像秦孝公信任商鞅 秦孝公死了 商鞅被吾马分尸 燕昭王死了 你想想 这个越义 他还有好果子吃吗 而这个燕昭王的儿子 燕惠王啊 就在做太子的时候 他就不喜欢越义 对越义呢 他就听信残言 也向父亲敬残言 他受到惩戒 所以现在 燕惠王即位了 他对越义的猜忌 就更多 而且更有权利呢 去处理 如果有人 抓住这个机会 来瓦解燕国的进攻 是完全可以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齐国当然有 这个人就是田丹 一个下层官员 差不多算个一级平民 别说 这个齐王怎么重用他 他齐王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有这么个人 他不过是姓田 是田氏王族的远方本家而已 不知名 但这个人有他的本事 当燕军大举进攻齐国的时候 这个天丹 就让他的族人 把这个多处的部分 车肘两头 多处的部分 全部给他剧掉 然后用铁皮呢 给他包上 钉子钉上 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吧 在整个逃亡的过程中啊 人几人 车撞车 好多车 都是这个车 轴肘两头 叫千斤头吧 互相撞着 结果肘撞断了 车毁 人被俘 做了俘虏 但是他的族人们呢 他们的车跑起来很顺扭 没有被抓住 所以从这么一件事呢 人们就认识到 这个田丹不简单 会动老子 动军事 一定动军事 于是呢 大家就 共同推荐 拥护田丹 出来做个将军 率领大家 一起抵抗燕军 和祝贺国的军队 所以田丹 要说他是个什么人 后来人们知道他是将军 其实呢 他就是以草根将军 是民间推举出来的 这样的将军 特别有本事 愿意 在诸侯国的军队 各自退走之后 继续带走燕军 长驱直路 攻进了祺国的首都 也就是现在山东的支博士 攻进去之后 首都还容易占领 这个齐民王逃跑了 军臣逃跑了 但是最后呢 打下了七十多座城市 剩下两座 没打下来 一个就是举 一个就是寂寞 没打下来 而没打下来 不是说 一口气没打下来 咱们多两个月 行不行 不行 打了三年也没打下来 这个时候的 齐国人冷静下来了 抗敌 都有抗敌的办法 田丹一打听 知道燕国内部情况 他们换戒了 燕超王死了 着眼祝儿 我打下来 我打下来 我打下来